我在世界各地 其實它地方好像很少看到 密集度這麼高的沉船區 對 主要會丟沉船的區域 通常都是地形比較平緩 平緩 而且底下不能有礁牌 因為礁牌上面會有珊瑚 所以主要就是選擇沙地 我們所製的那幾艘 至少製底都是超過30米的 好難喔 這我看不到的東西 看不到珊瑚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它應該算是 可是我好 因為這邊要看橘頭 在水下看到沉船 它其實就是一種 人工之美 然後也是Diver的遊樂園 上面長滿了各式各樣的珊瑚 有很漂亮的顏色 但如果以實際面的作用 它就是一個人工魚膠 有鋸魚的作用 好 好 這裡是成長室 在前面有一個漂亮的人工 以前成長跟成長室 人工應該都是那些避养的吧 好 好 好 這個成長室 太成了一點 好 避充一些 對線 好 好 要選擇 你住在這邊 阿 好 那是啥 太爪了 太爪了 我沒有上廁所 都是行美人才是要上廁所 也太爪了 所以我現在要放去 你上面的是第七號 七號層層 我們三個他們 三個都在前 不是 三個都不太爲 然後呢 他們的原理也都非常熱烈 喔我退下了 那你沒事吧 我退下了 那真的都太爪了 現在我們都在前面 現在他們退下了 現在他們退下了 這才選手 沒事了 現在不要退下了 我們說我們退下了 再過來吧 這一個地方叫 這一個地方叫 多窄坪小段城 對我們都稱它為大平 我們通常下我們入水就從這邊 為什麼因為這裡是我們海龜的第一個清潔站 沒辦法 這欸 我們下廁城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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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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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